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总是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和文化 其中就包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座山 表面看来这座山并没有特别让人惊讶的地方 但是真正了解之后才发现 它确实跟我们印象中的山截然不同 这座山就是位于甘肃的麦基山 麦基山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的整体外观看上去有点像麦舵 而且山崖上有成百上千个崖洞 这也是最让人好奇的地方 因为这些崖洞中有上千万纸币 可是从来没有人敢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并不是普通的洞 而是盛放佛像雕塑的地方 说到这里就要追溯到十六国时期了 当时的人们发现了这座山之后 就开始在山上挖洞 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座山上依然存放着很多石雕和壁画 绝对算是珍贵文物 所以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座山那么简单 完全可以称为东方雕塑艺术陈列馆 所以每年都会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就是希望一睹真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来到这里的游客都喜欢往某些洞里投放纸币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所愿 得到神明的庇佑 时间长了 投放的纸币也越来越多 所以这座山才会成为中国前最多的山崖 但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所有的佛像基本都修建在悬崖边上 所以根本没有人敢取走这些纸币 因为随时有可能会面临掉落或者坍塌的危险 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见识一下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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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